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名热线 6861-5868 6861-5868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究竟是谁让男嘉宾父母赞不绝口 但男嘉宾却这样说 现场发生了怎样的状况 让工作人员难以启齿 好玩啊 忘了忘了 那个就是就是刚刚 这派员又为何划出如此感叹 就这样子吗 就就把主持人一个就 又发生了什么让女嘉宾泪流满面 其实我也很坚强的 因为 反而有喜之 大经理相亲苦情女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号终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首先感谢各位观众 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九点钟 能够准时收看我们凡人游戏的节目了 那同时也要感谢 最爱一生幸福仪式的 就是福主宝提供的奖品赞助 那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是江京的一家 五星级酒店的安保经理 在上周呢 他的父母就频繁地 给我们编导打来电话了 因为非常召集自己儿子的婚事 希望能够给他找一个媳妇 那今天呢 我们就决定要驱车前往江京了 在江京会发生怎样的相亲故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路途奔波呢 现在呢我们也是终于到达了江京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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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是就是接到就是 你的电话啊 今天呢也是决定驱车来到江京 给你见面啊 哎大家好 我叫梁女鬼 这都是我上班工作的地方 地点我就不说得很详细哈 这是我们酒店正门 酒店的 我在酒店上班啊 是的 我主要的工作是 酒店这一块 的消防我这样的一块 是我在管 每天呢 我股东工作是检查 我们消防水箱水味啊 包括我们消防器材啊 还有检查国中活在隐患 包括有时候处理国中突发事件 这是我每天的日常工作 本期交友男嘉宾梁立国 32岁身高1米78 五星级酒店安保经理 月收入6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离异 无小孩 今年32岁的梁先生 在五星级酒店 从事安保经理的工作 工作时候的他认真严谨 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主管 那么他对另一半的要求 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对女方的要求是这样的身高 最好在一米六一上 然后有没有婚事 那个不是太重要 主要是因为没了小孩 因为我对这个比较看重 因为我也是一个利益了 然后没了小孩 然后我希望以后 我们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家庭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孩子以后 然后其他的对父母一定要孝顺 经济方面我不用强行要求 因为我们家庭里面 不算是很服务化 但是还是房子我还是自己有 车子上我们可以 以后商量好好再买 都没了问题 行 要不先去我家那边看一下 也行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那父母也在 都在 都在 那行 那您带路 好 你现在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吗 还是 现在是跟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重庆的房子 是租个别高现在的东西 重庆自己也有一套房子 有房子 在南平那边 因为回来嘛 说不要说 马来不允许再走 更远的地方下来 非要回来 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所以现在是父母已经 非常非常着急 你的婚事的问题了 很着急现在 很着急 着急的很远 接上一起 所以妈妈 麻烦你把我 给我稍微收拾 然后妈妈就回来了 你们吃饭没有 你们吃饭没有 我就先把饭吃了 你这个真心 体体的男嘉宾考虑到 已经到了中午用餐的时间 并热情地邀请工作人员 一起用餐 随后男嘉宾的父母 也来到了用餐地点 这个是阿姨 这么年轻 一般这嘴都是我激进 我是同学的 是 像大家在那边写 这好年轻啊 好漂亮 然后这是叔叔是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先坐一下 那什么吃饭 我说 我都想把饭吃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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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 要不你 麻烦你老婆是这个事情 没有没有 哎呀 没有 你不要再来 真的能够伤害了 我们肯定会 那个尽量做老师 真的 真的 各位观众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且不说我们男嘉宾的 条件如何 我倒是被她的妈妈 所震惊了 我们可以看到 男嘉宾的妈妈 真的是非常的年轻漂亮 保养得很得意 哎呀 我觉得 这真的是给今天的女嘉宾 增添了好大的压力啊 要知道跟一个 很讲究的婆子妈相处 那你的诀窍就在于 你也跟她一样 是一个对生活 对审美有追求的人 所以呢 今天的相亲会是 怎样的一个局面呢 我倒是非常的期待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听编导 好像说叔叔阿姨 是比较着急 你们儿子的婚姻大事是吗 对 叔叔阿姨是希望 你们儿子能找一个 什么样的媳妇 看到一个 后悔的那个什么 就想给你 叔叔打了一点话 对 就是你们看中了 我们一个嘉宾是不是 对 和后悔的 因为日子大了嘛 毕竟父母很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我都通常看那个 《凡人游戏》这个节目 说实话 《凡人游戏》这个节目 对广大的那个大年轻点 很关心 很关注对于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带上面呢 就是有一天呢 看到那个叫何远云的嘛 但是跟我日子的条件啊 他们原来遇到的某种情况 都是相似的 不愿不 好像他是说 说何悟的 我儿子是 这个你都注意的 算了算了 他说26嘛 今年是 大概就是说何悟的 我儿子就是叔的 叔非何悟啊 那我们何悟就是 从而是 所以你说这个女嘉宾 其实是叔叔看上的 是吗 叔叔不是看上的 不是叔叔把儿子看上的 叔叔把儿子看上的 说小孩都说 老子看上的女媳妇 那儿子自己有看过女嘉宾吗 没有他嘛 他小孩回来 你都没得及 你都没得及 你是没有见过这个女嘉宾 你这样子 我手机里面有节目 我现场给你翻来看一眼 好不好 在之前与编导的沟通中 男嘉宾的父母 一直希望能够见到 曾经播过的嘉宾贺圆圆 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男嘉宾却对此事 一无所知 那么这位父母 为自己强力推荐的女嘉宾 会是男嘉宾喜欢的类型吗 我叫贺圆圆 今年24岁 升高一米六三 来自租城区 挺甜的一个女孩 现在刚刚的女孩 整的娃娃脸都多远 现在在租高点子中 我现在的话 在租城区这样 北有一套自己的租房 本期交友女嘉宾贺圆圆 24岁 比一一米六三 一米六三 那结婚很高啊 因为喜欢看那些 美国的租房片 我现在还有一点血腥 心价重 也有 就有点重 这有缘 你好 我就是媳妇人好 媳妇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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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会计真是 点高点一定要 看他哪个都相处没媳妇 哪个都相处没媳妇 你现在一直 什么都不说 刚刚节目看完了 还第一次见到女嘉宾 然后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 然后因为他毕竟跟我 我们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 有些东西 然后他看待事情 也不是那种 说实话我很怕那种 就是还在睡梦中的 小女孩那种 然后呢 我也希望不要遇到那种 问我这种问题的 就是我跟你妈掉水里 请就哪个 这种问题千万不要问我 这种啊 然后更多的 我觉得这种 如果说大家绝对可以的话 可以先见一下 了解一下 互相聊一下 这样看来 男嘉宾和女嘉宾 无论是从婚姻经历 还是性格爱好上 都是十分相似的 而唯一的距离问题 对于已经在 组成购房的男嘉宾来说 也并不是障碍 如此合适的两人 能够顺利见面吗 那今天我们来将近的目的 也就是想要先了解一下 你的一个基本生活情况 因为叔叔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就指明说想要找贺媛媛 然后所以说我们之前也帮你提前联系过女嘉宾 她也表示说今天应该是有时间的 好 那如果你这边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现在先尝试跟贺媛媛媛 看看她现在在哪 好 我们约个时间 好 喂 您好 我是贺媛媛吗 对 您好 您好 那个我是凡人游戏 我是凌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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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是之前有跟您联系过的 想要来跟您见一下面 两个嘛 你们可不可以稍微等我一下 因为我小午夜有点死心 大概几点钟呢 晚个一两个小时的样子嘛 OK吗 好 好 好 行行行 我们男嘉宾说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等你好不好 好 忙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对于下午的见面 女嘉宾是果断答应了 男嘉宾和父母一家人 也是满怀期待 欣喜万分 儿子 她俩都送你去看未来的媳妇 穿你漂亮点的衣服 哎呀 妈妈给你 你好 你好 我是关心 你是不关心 找我关心 那就是这么帅的啊 哎呀 还要忙着嘛 什么好多钱啊 我们回来 早得你早就回来 哎呀 又不是合作项目成功了 哪有什么疾病啊 哎呀 还真是 儿子 今天妈妈就不跟你入去了 你跟我亲 我亲的话 你要觉得你妈妈 你这么大了还要跟着急 本来我儿子这么多你这个 希望你加油 把媳妇给妈妈带回来 哇 妈妈你加油 哎呀 我不得不说 这一家人真的都是 非常的会聊天 我听到那个 就是男嘉宾的父亲分析 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女嘉宾 以及我们的婆子妈 说将来是怎么样 来对待自己的儿媳 真的是非常的通情达理 所以男嘉宾 跑这么一趟 我相信是值得的 我也祝福你 希望今天能够 把我们的女嘉宾 迁回家来 又到了都市频道 摇大奖的时间了 拿出你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下菜单 翻现中的摇一摇 点电视摇动你的手机 好的 各位一起 一二三摇一摇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带着爸爸妈妈的期待 男嘉宾启程出发 去主城区 与女嘉宾见面 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让我们所有人 都始料未及 打电话 对 我都给了个女嘉宾 打电话 她一直没接 女嘉宾没接电话 对 那么晚呢 我打了好多多 之前她不是说 大概六七点 现在五点半 而且当时你还跟她说 她一定要留意电话 对 一点没接 一直没接 挂都是没有挂 找老女嘉宾不接电话 好烦哦 好烦哦 我想再忙也不扣人 我起码打到十几二十个哦 你给她发信息 发了呢 没回 没回 正当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焦头烂额的时候 去玩洗手间的男嘉宾 也向我们走了过来 面对这样的一个意外状况 男嘉宾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哈哈 哈哈 没有人接 还是没人接 没有人接 那个就是 就是刚刚 我们不是先到了吗 然后我们编导在路上的时候 就一直尝试了 跟女嘉宾沟通 因为今天不是约好 大概说是六点多 对吧 因为现在也已经五点半了 对 对 然后编导的时候又打了 就是挺多通的 然后也都没有接电话 不接电话 估计是不是女孩子 有点 可能有点怕那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她们四人都没过来 她们姐妹回哈也 姐一会儿 不怕是她们回 等一下嘛 如果死在这个 就再说吧 我觉得我觉得 对于女嘉宾的不接电话 男嘉宾表示了 最大程度的理解 而我们也在尝试 用不同的手机 联系女嘉宾 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了 女嘉宾会出现吗 喂 你好 喂 喂 喂 那个贺源院是吗 嗯 哎 对于女嘉宾的不接电话 你终于接电话 我们是凡人有喜的 之前不是跟您约了 说今天下午就是要见面嘛 我们现在已经 就是回到那个主城了 呃 但是 呃 我现在分析性 还没有弄完 我今天来不了 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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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联系上来的女嘉宾 居然表示今天来不了了 在我们的几番追问下 她也终于说出了 今天不愿意过来的真实原因 其实都是 我爸爸就是 每两天嘛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 然后见到面之后 我们还想聊得 就是还比较聊得来 我觉得继续起点 然后爸爸总觉得 如果在那里 听到人家接触的话 所以好好去 哎呀 太不好意思了 哎 我们爸爸要介绍一个 实际上他已经 已经基本上 已经交到差不多了 过程当中了 已经就 他现在不应该让他说 他不说我们哪有 那个求着什么 他说我去的话 我就已经耍了朋友了 他说 他已经耍了 我们自己都不吹了 不必 要玩这 那编导你要不然就先 再尝试一下 因为今天你不是有 几个备选的吗 你就先联系一下 对 因为现在一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我们再去追究说 女嘉宾的一个责任 已经没有必要了 只能说我们真的是希望 如果他能够看到我们节目 然后呢 也真的是希望 下一次在对待爱情的时候 或者是对待别人的时候 拿出多一点争承 我没有想到 霍小姐会以这样的方式 退出我们节目的录制 说真的 我觉得你的行为 真的是太恶劣了 已经恶劣到怎么讲呢 虽然说在这一年 我是见了不少 像你这样的 喜欢扑过河拆桥的人 单身恨嫁的时候呢 就哭着喊着 来找我们蓝幕族 你要给我找个什么什么样的 什么什么样的 一旦自己的个人状况 有一点变化呢 立马就是对蓝幕族各种甩摆 但是你的行为 我觉得恶劣在 一开始你明明可以明确的拒绝 就把你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但是你我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怎么可以施这样的缓兵之计 再明知道整个蓝幕族和男嘉宾 会从将近这么远的地方 港网组成 在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 还可以说出那种 哎呀我晚一点路就好了 然后路上又是各种不接电话 说真的贺小姐 你在节目当中展现了 你这样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我觉得男嘉宾不跟你相亲 真的是一点路不遗憾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一点时间 应该大概看看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我们的会员还是有好几万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联系 好不好 而且一般来讲 上过电视播过以后 看到的人多了以后 自然而然会有人去找 是这样的 女嘉宾的突然缺席 让我们不得不立马着手 联系被选的女嘉宾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终于联系到了一位 就住在南平的女嘉宾 她也是十分符合男嘉宾的 然后来到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想跟你说 就是见女嘉宾之前 我也希望我们先能把心态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缘分真的很神奇的 有可能就是今天能够跟你见面这个人 才可能是你真正的缘分 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受不好的嘛 好 那要不然我们就稍微等女嘉宾两分钟 他现在人就在对面的 大家好 我叫张瑜 今年儿子五岁 然后我来自重庆巴兰区 我的工作是服装销售 本期交由女嘉宾张瑜25岁 1米64 服装销售 婚姻状况 未婚 上一次我也来参加过犯人游戏 当时是和那位男嘉宾是牵手成功了 但是我们私底下 就是说联系了一两次嘛 然后感觉还是并不是还合适 这一次我又来到犯人游戏了 我希望这一次能够找到真正是和自己的那一位 在女嘉宾参加的上期节目中 虽然在节目中与男嘉宾是牵手成功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最终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这一次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她的择偶要求会有变化吗 然后我对我的择偶要求的话 还是跟一般女孩子可能差不多嘛 但是我希望对方就是说要幽默一点 然后身高啊在移民起义上 要有责任性 要成熟温重 最主要的事还是要有一个小心 猜到你面前没 有两个美女正在走过来 猜猜谁是女嘉宾 猜不准吧 猜不准吧 然后来进到今天的男嘉宾 来跟我说一下旁边这位是 这个说姐姐 表姐 真的很像 哇 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阿瑞是双胞胎呢 对 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张小姐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梁先生 来阿瑞握个手 哇 好 我们的女嘉宾看起来非常的斯文 跟我说一下 你看 觉得见到梁先生 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就是稍微胖在那儿 不错呀 你是喜欢瘦的那种吗 不是呀 怎么说呢 一般话吧 不胖不瘦 不胖不瘦 就是可以锻炼嘛 所以其实还好是不是 胖的男生有安全感呢 看起来像大白呀 你看穿着白色衣服 多有大白那种很可爱的样子 那个到你了 来看看 我觉得今天那个张小姐 然后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我感觉 这个笑得挺甜的 这个是 我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还是非常好 首先我觉得她长得比较细情 也比较高达 然后跟我妹妹两个站在一起 还是比较般配 现在天比较热 我们找个地方可以坐一下 可以聊一下 是这个样子 那打算就是 你的安排好不好 也许是男生嘛 到一个其他地方吧 因为真的蚊子很多 有蚊子是吗 夏天户外的蚊子特别多 女嘉宾深受其害 体贴的男嘉宾 立马带着女嘉宾 寻找起室内的休息场所来 让女嘉宾可以免受蚊虫叮咬 那我们男生啊 除了有点胖之外 形象方面 演员方面呢 感觉还可以 还挺好的 经过男嘉宾的一番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 安静的咖啡厅 可以跟女嘉宾坐下来 聊聊天了 黄红稍一点 不是该生的铁 给这个赞 对 还是赞这个不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毕竟出来的东西 也得比较太高 因为这种消费也是很正常的 小费我觉得很正常 我想来忙 我看财 我那个人也不害羞 是呀,我是打了两个女朋友,刚刚说的,今天是32岁,然后我是离个婚的,结婚一年那样子,他都离了,因为原因就是我走得有点远,两个人,我在西藏那边上班去了,然后他在成都那边,离了没了小孩,然后我回来这边有大概两年多了。 说实话,今天上了一个节目,纯粹是找我们老孩挖来坑,让我们来解释,因为我都不晓得情况下。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不可接受。 南平的房子,小父亲的,然后有几年了,然后将近那边准备过,咱们再买一套房子。 因为现在将近是马上在一起,说一对,说不要说。 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简单情况,我叫张宇,工厂张,宇贝的宇。 我今年25岁,然后我家住8人去,还是比较偏农村。 哦,我也不是农村出来的,说农村,哪个不是农村出来的吗? 我也是一个,还好养人来,有萝卜炮才都可以保养这个货。 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吃萝卜炮才那天,如果真的有那天,绝对不会让你吃。 不是说的话,我还是不是。 应该是真的非常开朗的一个人,感觉很情怀。 看得错,看得错。 看得错。 这个真的可以有,这个,这个真的可以有,因为。 对,因为说到这个,这方面,我对农村吃的,我负责切菜可以,我负责西碗可以,农村最后被喊我了。 因为我炒出来的菜,只有我个人吃的,然后,其他就不说好了。 这个女嘉宾,我觉得,第一个影响,还是比较诚实,我整个评价。 因为她有那个,我说那个,不是那个条件。 包括她有些那个顾虑,她是跟我说的。 天哪,这一段真是让我应接不暇。 因为我发现男女嘉宾从见面开始,两个人就笑的那种,就发自内心的笑意。 你们注意到了吗? 就是完全他们的世界是排他的,是只有彼此的。 因为女嘉宾都发出了那么强烈的暗示了。 她竟然说,我很好养的,我萝卜咸菜都没问题的。 天哪,这对于男生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信号。 我愿意跟你走,因为我对你真的是毫无要求。 而男嘉宾呢,对女嘉宾也有很热烈的回应。 当女嘉宾提到自己,可能出生农村,你介不介意的时候, 男嘉宾索性说,我们家也农村的呀,我们都是农村的。 说的对,其实我们网上数三代,谁不是农村出来的呢。 在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可以感受到, 双方都能够接受和认可对方各方面的条件。 而接下来,女嘉宾则提到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男嘉宾会给出让她满意的答案吗? 我来来对我答解答。 我出生两个月,然后我妈妈都有说是去死的吧。 。 还有那个,都可以闻,都可以闻着呢? 等一下,我把我箱里拿出来。 好像都了解完了呀。 好像都了解完了呀? 还有没有那个重点想重新了解? 你比较,你比较最关心的一个都可以闻着呢? 所以我最关心的也都是我爸爸的吧? 我是这样的,我爸爸我出生两个月,然后我妈妈都有说是去死的吧? 对,都去死了。 然后我爸爸也是为了我,现在再找一个的话,肯定我还是受欺负上一种。 然后都一直为了我,一直都是单亲一个人照顾我,把我拿出来大,还不容易。 对,还不容易。而且我爸爸年龄还大了,他已经70岁了,就想一下。 所以他真的很辛苦,而且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院子里面,只有我们条件是最差的。 所以说,他要顶着各方面,别人看不起的压力啊,各方面。 而且那个时候呢,有重量情侣。 对,而且过像现在那个,以前那个。 对,所以说我说的,都是说,找一个对象,一定要将来他老了以后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 其实我甚至想过一个,如果说我们这里有几位出来起,比如说,因为我那边房子也是马上住嘛,他们也空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接下来就说,他们住在一起嘛,几个老人在一起,那种可不可以。 但是住在江津台湾那一点,可我爸爸不可以一起。 你都在江津台湾了,他不跟他那一路吗? 来,男嘉宾,我先问一下,我说你想过,你到时候为了你家庭再想起。 因为这个样子,我现在,因为现在我跟到那个公司,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原因,就是说,还没有那方面,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之前,没考虑就是说,可能朝主持来发展。 因为我妈也不允许。 所以有时候回到父母的感觉,可能还是,想不然是跟他们一个交调,然后,比如说,再来出来。 他说他父亲的事情,我毕竟这个东西,毕竟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你说七十多,等于是善良老人的那个看练。 可能我现在心态没怎么看练的,因为说不了,我父母还没到那个时候。 没有经历过的阶段,可能我不懂,还不太懂。 可能需要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也说实在话。 我感觉他还是很孝顺,但是都是关于距离的问题,怎么说呢? 如果都是说,将来不能住在重庆的话,对我爸爸来说的话,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 但是如果将来我们交往久了,大家彼此感情到位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再商量。 对于女嘉宾提出的跟父母一起住的想法,男嘉宾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并没有让女嘉宾满意。 但对男嘉宾印象大好的女嘉宾,依然对男嘉宾保有着最初的好感,表示如果感情到位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再商量的。 而其实女嘉宾的这个想法,也反映出了她的孝顺。 这也是男嘉宾择偶要求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小的时候,我也出生两个月,然后妈妈就去世了。 然后家里面就只有父亲和奶奶两个人。 然后爸爸要撑起这个家,然后从小到大,就是奶奶一个人把我拉菜打。 是给我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又遇到我奶奶去世了。 我奶奶对我打击很大。 因为从小就说奶奶在哪一种好。 对的。 我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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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奶奶去世,因为我说现在。 因为我老家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了。 其实我也很坚强的,但是我触碰到我奶奶我都, 眼睛像下雨,啊。 女嘉宾的动情描述也打动了男嘉宾 表示以后的事情其实也是双方可以再商量的 看来两人应该是有戏 为了进一步增强两人的感情 特派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看三位都还挺愉快的交流的 然后刚刚是不是也聊到了一些 比较实际的问题 然后呢 其实我现在看到现在外面 太阳已经下山了 而且说实话重庆的江景 非常的漂亮 然后尤其是夕阳下山的时候 我有一个提议就是 我想说要不然二位待会去江边 然后散散步 然后就你们两个单独 姐姐呢就跟我们一起 在旁边等他们 然后把时间留给他们二位 嗯 好吗 那要不然我们就往外走 好 就到了都市频道 摇大奖的时间了 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 发现中的摇一摇 点电商人手机 好的 跟我一起 一二三摇一摇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我想就是我另一个问题 因为都是在生菜方面 其实我有点退出 我不晓得解不解议那个问题 我比较自卑的那方面 第一啊 我觉得应该是无论人 还有点疼的我觉得 不是 女孩子都比较丑眉吗 哦 那个是这问题你不担心 只要吃都是说 一方面都是不介意我退出 第二个都是不介意工作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不介意我爸爸 将来都是说他老了动不了了 这个没法的了 我们要照顾他跟我们在一起 好 这三个原因如果说 都是说都能够接受 我可以 我可以给你 现在肯定跟你说两个原因 前面两个我肯定要你说 这个我点不介意 只有四天只有你爸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我不敢很果断地说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啊 就是两个家庭的因素 不可能说我一个人 我妈今天答应了 哦 没有问题 我爸话说很慢 到时候你来 一直把我订到 我只有把他抓到 我觉得那个都真的没得意的 所以我那个人都比较自卑而且 我觉得啊 我们两个相当于说都比较坦诚嘛 因为大家我们谈的问题 都没得多散的啊 很实在的 所以我们是普通人家 就是说稍微想别的时候 可能稍对我们差点差点 比你好低点 但是你不要担心那种问题 好 那就好 我们不会有无特不贵的原因 好 一整天的拍摄下来 从早上大清早就到了江津 然后再到回到主城 到现在呢 天色已晚也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了 虽然说一整天下来 男嘉宾还是有很多 就是不太顺的时候 但是今天最终还是等到了女嘉宾 我们的张小姐 我也看到二位之前呢 两个人的感觉是非常融洽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时刻 马上到做选择的时候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 我觉得今天一天接触下来 我觉得小张还是比较诚实的 我要说我用这个词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坦诚的那种对话 有两个说那个 我们不存在隐瞒对方任何的东西 都说 只想了解的 你想知道的 不过两个情况 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 我们希望对方都展示的是 真实的那边 是这样的 我感觉他也是很踏实的 怎么说来就像他说的 很适合格子很可靠 等结果嘛 就是留了一个悬念给我们是吗 那今天呢 愿不愿意伸出你的右手 然后把这个右手交给女嘉宾 然后呢 把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女嘉宾 愿意吗 如果说她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就牵起你的右手 然后两个人慢慢地走向远方 走向可以去开始一段 人生新的旅程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选择是牵手失败 那么你可能还是要独自一个人回到江津去了 我看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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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都是我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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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面前秀恩爱 然后念我这个单身狗 好过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一整天下来呢 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总算我男嘉宾没有白跑一套 好了 我们也要祝福他们能够幸福地走下去 各位观众 这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牵手结果 我们凡柔游戏史上第一次主持人被可怜兮兮地抛下 而男嘉宾很慢地牵手带走了我们的女嘉宾 我觉得遇到那个队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之前的所有的曲折 所有的不合适 所有的错过 都是为了今天我们能够更好地在一起 那节目最后呢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志爱医生 幸福医社祝福福珠宝提供的奖品赞助 不要走开 还有精彩的真婚秀 本着您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凡人游戏的真婚秀 我是依南 欢迎关注我们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同时关注我们凡人游戏小红娘的官方微信 我们会在不定时的时间 在上面发布我们的各种优质嘉宾的资料 同时公布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 当然了 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展示您的个人风采的话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的团队将为您免费拍摄个人明星真婚秀 好的 接下来就一起跟我们来看一下 本期的明星嘉宾她是谁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嘉宾李小琼 这是我住的地方 然后先大家来进来看一下 虽然是有点尖楼 我们今天再说再介绍一下我自己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这儿是我的家 然后谁让她跟她走 看一下虽然是很简单 反正现在暂时是住在那儿 因为我一个人住嘛 都比较简单 我在楼随便 我叫李小琼哦 你们不要把我忘了哟 我现在我坐下 然后慢慢给你们讲 介绍一下我自己哈 我叫李小琼 我今年28岁 来自重庆 万州 我身高是一米五八 现在在南平那地儿 重拾了一个 都自己经营了一个通装店 我的性格都是不温不着那种 还是比较温柔 也很散接人意 我之前呢一直是在广东那边 那在广东那边待了蛮久的 现在回到重庆嘛 我回到重庆才三个多月 本来是准备在重庆来 开一家那个化妆店哈 但是我在重庆那边呢 因为没得好多朋友 跟没得我的时候 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 为自己一个人的经营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说我都选择了这个通装行业 因为现在二台开放了啥 这小玩儿都是一个宝贝的嘛 嗯 所以我都选择了这个通装这个行业 我们现在 买我去店里面 然后在那边去店 去我店里面看一下 终于快到了 我每天都要走十多分装 走到店里面 那我走马星号里面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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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一个小店 我自己哥也在做一家 你来呀 就是整理好店啊 白色一下那些衣服啊 那些 再做好卫生那里面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下班回来 我然后看电视 突然之间都看到那个都市频道嘛 有那个发生游戏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希望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都赶紧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 然后都联系了节目组 所以说我还是很开心 哈哈 像我现在很紧张 但是我这里还是很开心 我有个三段情感经历 最印象最深的 就是上一段感情 在一起也蛮长时间 因为性格不活的原因 然后还有他很喜欢耍 他很比较花心那种 所以说都导致分手了 我希望我的 未来的林一般 他是一个有上进心 有小心 然后又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不需要他现在有好有钱 当然一定要有上进心 因为现在有钱 有可能都是父母那些的 那些我其实不是在意 最主要的是他自己要肯努力 要有上进心 那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 年龄嘛 最好是比我大 然后像27岁到35岁的样子嘛 我都可以 那是我最理想的一个年龄段 我是一个上边厅堂下的厨房 应该还很温柔的一个美女哦 大家不要错过我了 对我有兴趣 对我 喜欢你 喜欢我来看你 然后都赶紧联系我 联系节目组 大家好 我叫刘明 今年30岁 来自重庆云川 现在居住在云川 我现在充实的有品销售行业 小的时候 两岁多的时候 曾经经历过一场意外 出过一次社会 塑造了我现在 坚强了自己 我性格比较活泼开朗 只有整能量 嗯 嗯 那个 朋友 对我的评价都是 热情开朗 嗯 对朋友都是非常地 友好 还有都是喜欢 嗯 和他们一起 嗯 去唱歌那些 嗯 就咖啡听了去喝咖啡那些 嗯 现在呢 在帮别人管理家有点儿 他们过来没有 嗯 我总是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嘛 他们来自询我 我是不劳其法人的嘛 嗯 久而久之 得到了他们那些 嗯 光大别人的人口嘛 嗯 然后 他们感觉到是我这个人 比较真诚踏实一点嘛 嗯 在工作上 一些遇到一些朋友嘛 嗯 我们人死下来都是交流啊 嗯 谈谈的是 其他的一个是 家常事啊 嗯 还就是其他都是 出来工作上的朋友 我们都是 嗯 经常走KTV局刷牙的些 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感情 嗯 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感情 因为都是 情感不好而导致了分手嘛 嗯 现在有个小孩跟着我呢 嗯 他还是比较可爱 嗯 那个 现在是来上幼儿园了嘛 嗯 还听话 嗯 我想找一位 31到33岁里 嗯 对方 不管是 是否 令那个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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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只要对方没有小孩 嗯 嗯 在那个 在云川 或者是 重庆祝春去都可以 嗯 他具有 上进心 真心 嗯 还有是 蘋果 爱心 不知道一南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几位明星嘉宾 您是否有心仪的呢 如果有心仪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和他们取得联系 同时呢 我们将竭尽全力 为各位单身服务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我们的官方微信呢 会定期发布优质嘉宾的资料 同时呢 公布我们线下的活动通知 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中曲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本栏目由苏州樱花科技赞助播出 35岁还未婚的她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三年快四年 没有在 没有谈过恋爱了 所以现在也到了 谈混沌家的年龄 我特别想有个家庭 因为性格古怪 她都会 有一点 凶我们的那种感觉 总习惯 人家都很讨厌 还是不够成熟 看家宾呢 有点小幼稚 他就自己都没想好 没话起来 非常忙 这样的她 遇到同样29岁 没有恋爱经历的她 目前为止的话 还没得 都是说感情经历的 发生了什么状况 让男嘉宾前后回答 太若两人 她现在也没考虑买房子 我不觉得她放 我账了钱 我一定没买房的 充满自信的男嘉宾 勇敢地对女嘉宾告白 又会得到女嘉宾 怎样的回答呢 我是希望跟你 那个主朋友 那个有一个 徐徐先进的 一种满满累积感情的 一种进度 不晓得你愿不愿意 本日有喜之 大龄盛男来相亲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我们都说你很漂亮 这个这个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这个时候是听到了 凌欢的尖叫 男主角居然是那么闷闷的 闷闷闷闷闷 只要你每天都想着